而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 但员工招募似乎出了问题 因为传说不少台积电员工在求职网站上头大吐苦水 报应这工时实在太长 常睡在公司引发了热议 对此台积电董事长也首度正面回击 台积电预计将在凤凰城规划两座新厂 但已如火如荼赶工中的亚利桑那州新厂 员工招聘上却疑似出了状况 传出有不少工程师在Glasdor真才网站上抱怨 不止一天坐超过12小时 更要加班睡在公司 对比先前复美的台湾员工差别真的好大 还蛮欢迎的 至少都会排外 各种人种都还不会排外 我们现在还是以公司上班时间会很晚 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两下班 睡在工厂我是觉得一定不是一个普遍的状况 但是一定会发生 因为像我之前在台积电工作 这个睡工厂睡的也不在少数 有时候忙到太晚 那你就睡在车子里面 对不少员工抱怨轮班制度工时太长 曾在台积电17年担任采贡经理的宣宗志认为 主要的癥结点还是在美国人不适应这种工作模式 不愿意值班的人就不要来参加这个产业了 因为这个产业并不是靠有高薪 而是你真的对这产业要有兴趣 某一些海外的人觉得这个事情不适合他的兴趣的话 那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 这样的状况是会持续 因为整个薪资工时文化配合度 甚至你要讲到服从性造成效能上面差异很大 专家坦言高压管理制度加班是常态 再加上学历要求高 薪资却缺乏竞争力等等 诸多困境恐怕进一步冲击到台积电 美国新厂获利状况 文化上面的磨合我觉得也要再花 这个也不是说半年一年就可以解决 这肯定是要花三年五年 眼看台积电已招募约两千名新厂员工 但企业文化学徒不符 美国员工人才激烈摩擦 恐怕让获利状况充满变数 三七文区国家刘宝慈台北报道